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分44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非常稳定 晴朗稳定 而且中午前后会感觉到炎热的像夏天 好 最近这一段期间 它是属于高压回流 吹东南风 偏南风 那你只要听到是东或者是南 那带来的这个温度 其实都会相对比较高 尤其是南风带来的温度 是像夏天一样的高温 所以呢 这几天 其实从昨天开始我想大家感受 就已经很明显了 晴朗稳定 而且白天的温度呢 会来到接近30度 各地都是如此 那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会一直到星期三 到这个礼拜后天为止 都是这样的天气形态 礼拜四开始呢 又会有一波封面来报道 那么礼拜五会明显的感受到降温 那这一波的降温最低温 可能下探12度 所以短短的一个礼拜变化幅度非常的大 今天各地的温度呢 上看30度 但是呢 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呢 可能呢 会下探12度 所以这温差是非常大的 请大家注意保重自己啊 那么各地的降雨状况 今天呢 只有东部地区 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 宜兰 花莲 台东 大约是30%的降雨几率 那其他地方离开了东部地区 离开了这个花莲 各地的降雨几率呢 都是零完全不会下雨 晴朗 阳光普照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 19到29度 中部地区呢 是19到31度 南部地区呢 是21到31度 东部地区呢 是20到28度 澎湖地区是21到25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20度 台中 高雄 以及宜兰是19度 台南跟台东 现在已经22度了 花莲21度 澎湖23度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呢 都是下跌的 高雄公益指数呢 最后下跌了 145点 收盘指数是 38627点 跌幅0.37% 纳斯达克下跌了 130点 收盘指数是 15775点 跌幅0.82% 标普百指数 下跌了24点 收盘指数是 5005.57点 跌幅0.48% 费城半导体 也下跌了30.42点 刷盘指数是 4527.68点 跌幅0.67% 美国股市呢 在前一周 涨幅相当的大 那么所以呢 上个星期呢 出现了顺势拉回 就一周而言的话呢 标普呢 一周跌了 0.42% 道琼一周小跌了 0.11% 纳斯达克 一周跌了 1.34% 费城半导体 一周也跌了 0.9% 而这里面呢 台积电的ADR呢 在上周 一整周而言的话呢 是跌了4.8%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它前一周啊 那么在台股呢 农历春节期间呢 大涨超过了一成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呢 顺势拉回的 一个情境 好 接着我们再来 看到的是油价 牛油气味价格 上涨了1.1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79.19美元 涨幅1.49% 已经逼近了 80美元的关卡 那么以一周而言的话呢 纽约西德州原油 是涨了3.1%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0.6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83.47美元 涨幅0.74% 就一周而言呢 是涨了1.6% 那么另外在 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上涨了 0.86%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汇金属的部分 上个星期五 其实美国所公布的 经济数据当中 显示通膨相当的顽强 这件事情呢 立刻激励的 就是美债 美国的10年期 提供债值利率呢 因此呢 上升到了 4.281% 那非常接近 3% 盘中呢 也曾经一度来到了 超过4.3% 那么但是呢 对于美元呢 还有对于 贵金属的影响 似乎呢 就没有那么的剧烈 所以我们看到 纽约黄金 期货价格呢 是上涨了 9.2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 2024美元 涨幅 0.46% 但整体来说呢 黄金 因为上个星期 美国公布 不管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或生产者物价指数 CPI PPI 都比 这个预期要来得高 显现通膨 非常的顽强 所以呢 那么美银指数上升 美债殖率上升 也压抑了黄金的走势 就上周而言呢 那么黄金一周 是跌了0.6% 白银的期货呢 则上涨了2.28% 铜的期货 上涨了2.14% 把金的期货 则是维持平盘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银指数 美银指数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几乎是平盘 来到104.3% 那么但是结构上面 有一点点不同 对欧元 对英镑 小幅度的贬值 但是对日元呢 继续的升值 来到了150.19日元 对1美元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指数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185% 加指数上涨了114点 涨幅1.5% 是升温的 那么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越增0.3% 那么比预期越增0.1% 要来得高 而且呢 12月的时候的数字呢 是越减0.2% 因为这个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呢 人力成本 住房成本 它能够上升的幅度 是相对有限的 那么通常来讲 能源啦 食物啦 这一些这一个 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这一些项目呢 对PPI的影响是比较大 但是呢 在能源受到控制 然后呢 同时这个农粮价格 也都相当平稳 甚至于下滑的情况之下 PPI还上升 这代表的是呢 人力成本的成长 确实已经撼动着 PPI生产者物价指数 如果就年增率而言的话呢 是年增0.9% 这也比预期要来得高 预期呢 是年增0.6%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 所以不管是这个CPI PPI 或者是核心PPI 都比预期要来得高 那么核心PPI的部分 年增率2% 这比预期的百分之 1.6%的成长要来得高 也比12月的数字 要来得高 整体来说呢 在上个星期 呈现出来了两种面貌 一个面貌呢 是通膨还是很顽固 包括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以及生产的物价指数 看起来都不如预期的 降温 相反的 反而有微服升温的 一个情况 这是在物价控制的部分 但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经济呢 表现似乎是疲弱的 因为1月份呢 所公布的 这个上个礼拜四 所公布的 1月份的消费零售数字呢 它的成长 是不如预期 相反的呢 年减0.8% 这件事情呢 它的减幅比预期要来的强 那代表的是消费力道呢 似乎有减温的状况 而另外一方面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所公布的新屋开工数 就意外的大幅度的下跌 新屋开工数呢 月减14.8% 那么这点呢 显示呢 在房屋市场的部分呢 成交量突然之间的萎缩了 所以呢 1月份的不管消费 或者是房屋投资 那都变得更谨慎 而这个通膨又变得更顽固 这件事情呢 对于美国联准会 究竟它的未来 升息路径会如何 首先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联准会呢 各个机关 他们所谈的一个状况 就各个这个相关的人士 包括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 戴利 他认为呢 为了稳定物价 其实联准会 他很多工作要完成 所以现在没办法预测 到底今年会降息几次 但他又说 降息三次 是合理的预期 好 这个是 旧金山联准银行的总裁戴利 他会参与讨论 但他没有办 他今年没有投票权 那我们看到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总裁 波斯提克 他就认为呢 就目前的美国经济跟就业市场的强劲程度 不急着降息 但他认为最快今年夏天会开始降息 而且他预期今年的降息次数只有两次 那么最好的状况可能会降息三次 那么现在这跟市场的预期已经一致了 市场的预期现在认为最快可能是六月降息 而且今年预期是降息三次 也有投票权的 Lichman的这个联准银行总裁 Barkin呢 他的发言就比较谨慎 他认为呢 一月份的经济数据非常的混乱 很难预测联准会 何时适合开始降息 好 这个是联准会官员的看法 看起来呢 是介于两次到四次的降息 那么对于呢 上半年降息比较保留 但是呢 预期今年夏天开始降息 就下半年开始降息 但是已经出现了 会不会在通膨顽固的情况之下 不但不会降息 反而会升息的声音呢 好 美国前财政部长Sams呢 就认为不能够 这个低估这件事情可能出现的这个几率 他并不认为今年会升息 我要先讲他并不是认为今年会升息 但他认为不降息反而升息的几率 其实提高到15% 虽然并不是绝对的会发生 但是15%已经从原本认为升息几率是零 上升到15% 无独有偶德意志银行的美国经济团队呢 他也认为 那么虽然他认为今年还是以降息为主宗 他认为今年可能会降息四次 但是在最糟的状况 有可能不但不会降息 反而会升息 虽然目前他们认为几率并不大 但是这个几率是存在的 好 这是有关于降息这件事情 另外这个礼拜呢 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NVIDIA 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的盘后 也就是台北时间的星期四的凌晨呢 将要公布财报 那因为过去这一段期间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当中的 这一些AI晶片相关的公司呢 它的涨幅呢 是激励的美国股市上涨的重要原因 那现在呢 分析师认为NVIDIA呢 可能在上一季的营收 会跟去年的第一季相比呢 跟前年的第四季相比呢 会年增7倍 从60亿到203亿美元 获利呢也会大幅度的成长 那但是呢 究竟这个获利能不能够如预期 如果如预期的话 股市是涨是跌 还要再观察 因为呢 从1月份呢 公布了这个上一季的营收之后呢 就不断的狂涨的美超为 在上个星期五呢 出现了拉回的走势 股价呢就大跌了超过20% 盘中曾经超过1000美元来到1077美元 但是呢 最后跌了两成 那么来到了803美元 但即便如此 上周一整周 美超为还是涨了18.5% 而今年以来呢 美超为已经涨了183% 1.8倍 好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在科技的业的部分呢 那么孙正义现在呢 也打算要跨足人工智慧 晶片的这一个领域 要跟NVIDIA来一较就近 那再加上OpenAI也希望呢 能够跟晶圆厂的合作 然后自主的这个设计 它的这个AI晶片 所以现在看起来NVIDIA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竞争对手 当然能不能沉气后 还在观察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Intel Intel呢 它现在传出来说呢 那么正在下谈这个补助案 可能最高会来到超过百亿美元 那就会是美国的晶片法案之后呢 最大的补助案 同时呢 这一个礼拜呢 那么Intel呢 还要这个举行大型的活动 展示它的技术能量 来冲刺晶圆代工 那么台积电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三星呢 则是透过韩国媒体报道说 他们呢 的二奈米订单呢 抢到了台积电的一个客户 不过这是一个小客户 它是一个日本的新创集团 那Preferit 这家公司呢 它的这个 这个人工智慧的晶片 二奈米的订单 那么当然一些大订单呢 都在台积电的手上 包括了像是苹果啦 微软啦 还有NVIDIA都在 这个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手上 但是呢 三星看起来来势汹汹的抢单 还是值得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应用材料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所公布的财报 不管是就营收 获利的表现都优于预期 而对于未来一季的财务预测呢 表现呢 也优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应用材料的股价呢 是狂涨了6%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中美之间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根据美国的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 中国大陆12月 去年12月 仍旧是增加美国的公宅的持有增加 343亿美元 已经连续两个月增加了 好那么今天呢 这个鹿港鹿股呢 是要开红盘 那么结束它的封关时间 不过在春节期间呢 大陆的消费 国旅消费啊 还有电影消费呢 都创新高 不管是总花费这个金额 或者是旅游的出游的人次 观影的票房 以及观影的数量 那么都是破记录 好那么在上个星期五呢 香港恒生指数呢 是大涨了390点 收盘指数16335点 涨幅2.45% 好另外我们回到了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星期五则是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小跌了37点 收盘指数18607点 涨幅0.2% 成交金额4164 二十四下 一段时间 新闻到 有新闻到 就是没必要 是一人 初来